首先将设备的三角电源插头连接到主电源上 然后启动开关电源 启动它 那现在我们来调整一下产品的在输送线上的位置 那我们先将栏杆调到最大的宽度 然后把产品放在输送线上面 那我们再将两侧的导杆 导杆可以移进来 或者移出去 然后把这个旋给它固定住 旋紧 那试一下产品能不能顺利的通过 那我们通过界面上面的有一个输送线 输送线手动模式来进行调整 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是这个界面 点一下英文 然后点测试界面 输入密码 8587868 然后确定 然后我们点输送线手动模式 点一下 产品就从这边经过了 你看它走得顺不顺利 就表示它可以顺利的运行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那关于贴标机 贴标机头的位置 我们这个产品 这个高度是这么高 那你在这边 你要调整到 离它更高一点 那我们这个刀头跟它 这个刀头边缘跟瓶子是要接近 那要有一点分析 不能太不能接触 一接触的话 容易产生拉标的问题 那这个贴标机头 上下高度的调整 是通过这一个死杆 垂直方向的死杆进行调整 那贴标机 贴标的左右左右位置 左右位置的话 这一个贴标机头 通过这个死杆可以推过来 推过来或者推回去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产品 在输送线上位置的调整 那我们现在来装标签卷 拉动可调手柄 卸下外部的标签板 将整卷标签 放在标签盘上 重新装上标签板 然后临紧 临紧可调手柄就可以了 现在是绕标 可以从标签卷上面展开标签 然后按照这个示意图 进行绕标 那我们要保证 这些标签 要保证按正确的路径 进行绕标 尤其是标签 要通过这个传感器 传感器结束这边下来 一定要 一定要在卷轴这下方 卷轴这个下方 然后送入刀头 那要注意标签不要扭曲 因为这样子容易造成断裂 然后 然后这个控 这样子回来了以后 这个标签闹回来 闹上去 再绕下来 那我们这个 这一个标签纸 空白的标签纸 要给它折在一起 然后放住 然后再 收标轴 给它压进去 旋转一下 给它锁到位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一个 压标板这个把手 给它留紧 给它选紧 然后 橡胶轮 收标橡胶轮 这上面的一个 内波纹手柄 也要给它锁紧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标签的落标的动作 这个是我们的操作界面 那我们可以选择 语言进入系统 我们现在用 英文的模式进入 然后调机 这是调机的界面 那我们机器在运行之前 有很多的参数都要去调整 比如 出标 标签的长度 还有产品的长度 还有贴标速度 以及 标签的出标长度 还有贴标位置 都要进行调整 那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将介绍一下 出标长度的设置方法 那出标长度 它是指标签由停标电眼 由停标电眼正常 正常停标的情况下 调节 调节标签 超出不锈钢刀头尺寸的数据 来设置 那我们现在 来具体操作一下 现在我们演示一下 出标长度的设置 那我们先 点一下 测试界面 输入密码 8587868 确定 进来这边 我们数值 设置为最小的时候 是1 点确定 然后参数调用 然后按贴标测试 看一下 它出标的状况 一张标都没有出完 那意味着还有这么多的标 没有出 那这个数值大概量一下 看一下是多少 那我们这一个数值 一个 一单位就代表 1NN左右 那假如你这边量出来是 40 那你就把它加上40 来我们试一下 把这个值 改成40的话 看一下出标的效果 确定 确定 参数调用 然后按出标设置 你看 几乎都出来了 只剩这么一点 这么一点 我们假设是10 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把这个数值 改成50 确定 参数调用 那贴标测试 再点一下 就很刚好 就现在 这张标刚好出来 第二张标 跟这个刀头平齐 那这样子我们就 出标长度设置 就是成功了 那要注意 我们这些 这些数值设置完 一定要记得 点一下参数 参数调用 才可以生效 机器才会记住 这个参数 然后进行 并生效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贴标位置的调整 我们这个产品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最小位置 最小值 它是为 最小值是为1 最大值 它不能超过 这个产品的长度 比如这个长度是100 那你这个数值 不能超过100 那现在我们正常调剂的时候 我们先把贴标位置 设设为10 从10开始 比如我们现在输入10 然后点确定 点参数调用 然后运行 启动 启动设备 启动设备 那输送线就开始走 那我们现在把产品放下去 你看这贴标 贴标是太靠前了 那这时候我们要让它 那这时候我们要让它 这个贴标位置往后 往后靠 那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就要增加 假如 假设我们这个数值 误差是10 我们给它加到10 试一下 加到变成20 或者说15也可以 试一下15 18 确定 参数调用 再运行一下 这个还是放在这边 然后点 启动 那看一下贴标效果 给它关掉 你看这个位置有靠后了 这个太前面 这个后面 看得出来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的贴标位置 还要再调一点点 那我们看一下 改成23 确定参数调用 然后产品 先把这个 把这个撕掉 把这个撕掉 好 给它放下去 点启动 这贴标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还要再调 可以通过 加或者减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 这样子就完成了贴标位置的调整 我们介绍一下 界面上面的其他参数的 呃代表的 意义 那我们这一个的话是 标签的长度 是指这个标签 指这个标签的尺寸 这个直径或者长度 那这一个是指产品的长度 那也就是指这个产品 在这边是指这个产品的直径 如果是放盒子 就是表示它的长度 那这个是贴标的速度 贴标的速度 这个是输送线的速度 正常贴标机的速度 要跟输送线的速度 是保持一致 然后如果试一下贴标效果 如果贴标的话 会骤标或者拉标 那再微调一下这个贴标的速度 那贴标的速度 如果比输送带的速度慢太多 就会产生拉标的问题 那如果这个输送线速度快非常多 如果贴标的速度快非常多 输送线速度比较慢 又会产生坐标的问题 那这一个就是输送线 实际上每分钟的限速度 那贴标的速度是指贴标机头 贴标机头 它出标的每分钟的限速度 然后返回这个界面 这几个参数都已经有了 那这一 这一个是产量技术 就是总的 现在已经完成贴标的产品数量 那这个是全自动运行的状态下 一分钟它可以达到多少个产品 那这个是预设的产品量 比如你预设到这么多的产品数值 如果贴标完成了 那它就会自动的停机 这个就是整个界面 中文跟英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